果冻是它是起源在西班牙 然后之后来那个越南 然后有我们的越南就把它发扬光达 上课前林美凤先跟大家介绍 果冻花甜点是如何成为越南文化 以及这堂课所使用的果冻粉及材料 都是天然的 让学院们放心 今天上课的是亲子团 大家都超级期待 从中间一样中间下去20度 下去压拉上来 去年开始林美凤把在新著名学习中心 跟老师学的果冻花制作再生化 开始了小班制的首作坊课程 因为来台湾第六年 她已经逐渐适应 走过陌生担心之后 她希望开始为先生分担经济 为孩子存点教育费 台湾是有一点是最好事 对我们的新著名很好 他们会开很多的课免费的 对所以我们就去参加 不用不用缴钱还是不用什么费用什么的 我们就去去上课然后把自己变强 政府对于新著名的照顾 林美凤点滴在心头 所以只要有空 她会跟着社工去当讲师做宣导 我也很开心说可以帮到很多的姐妹 她们知道哪个管道可以帮助自己 赤身嫁到台湾 一转眼小孩已经三岁半 林美凤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远嫁他乡 离开家人 但人生向来不是可以计划的 就像男孩子气的她 现在可以细心耐心地教大家做果冻花 这个细腻而且精致的小小事业 是她目前生活最大的努力中心 果冻花推广出去给我们台湾人 就要知道我们的越南有一种的果冻花很美 然后她们可以自己去自己创作自己的花样啊 颜色啊 然后还可以品尝到我们的越南的一种甜点的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